你就是我造出来的 我不能带你出去 谁呢 这世上丧偶者 丧子者 丧父丧母者千千万年 没有一个活在这世上的人 不思念自己已逝的至亲 可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 活在话中 若没有我暗中帮他 你以为你能死而复生吗 你现在只是要帮我做一件事 我就能将你和张仲林都救出去 骗取他们在西鹤获得的灵子 交给我 我就救你们出去 他连着三问 我一时慌了心神 所以这才被他控制 这怪不得你 你本就是因他而生 被他控制也是情理之中 如今看来 九思是想让我们帮他得到灵草 然后再想办法夺回 欢喜娘娘恨他入骨 又法力高强 他自己去肯定拿不到灵草 听欢喜娘娘所言 百年前他就谋划要偷草 他要灵草到底要做什么 不管他要做什么 我们都一定要保护好灵草 万万不可让他得手 只是有一事 蛇事被欢喜娘娘收回去了 我们不能带着张忠宁回到西鹤 这该如何是好啊 我可以用画心笔将这画破开 只是这样 这画将会被毁 不复存在 还有别的方法吗 这画虽然是九思推波助澜 才有了灵性 但毕竟是张忠宁所画 如果张忠宁肯放下执念 这画便没了灵性 我们自然会被传送出去 难道三不 真的就留不住了吗 我本来就是已死之人 这些年 能和仲宁相知相交 我便心满意足了 仲宁 你还事去吧 你也该放下了 张家欢需要你照顾 放下 谈何放下 如若朕能放下 为何必等到今日 祝你 祝你 你若恨 便恨那场大火 知己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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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